他已经不缺卖家了 他也不缺好的产品了 所以他对卖家的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 自身也会越来越规范 就像以前可能让我们产品卖几年都不需要提供认证 现在是上架或者卖了一两个月就需要你提供认证了 对于很多新卖家或者做新内部的老卖家就没有经验 就会疑惑我该给这些产品去准备什么认证呢 其实亚马逊卖家平台有一个合规性参考的系统 来帮助我们学习和了解目标市场的亚马逊产品合规政策 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商 但是我相信很多卖家都不知道 假设我想知道婴儿磨牙棒要做什么认证 我就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头去搜索baby teasers 选择出口国中国 目的市场我就选美国 就可以知道需要哪些认证 同时他会有相应的服务商推荐 网址是这个 大家不妨去注册研究一下 应该能帮到大家分享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后台选择添加新产品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合规性参考 点击这个合规性自我评估 假设我想知道婴儿磨牙棒要做什么认证 就跟昨天的一样 我就可以去搜索baby teasers 选择出口国中国 目的市场选美国 我就可以知道我需要哪些认证 同时还能有相应的服务商推荐给我们 不知道的卖家赶紧去研究一下吧 感谢观看